我是王瑞瑶,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听众朋友喜欢美食,最近一定要花钱买很多书 因为我们在前一阵子邀请了吴克己 听众朋友有去追吴克己的这本烘焙的书吗 我们今天邀请了这位贵宾,也是重量级的贵宾 他的书还没有卖哦,还没有卖哦 我们就发了邀请函哦 等于是王瑞瑶抢头香 要来介绍这一本好吃不过家常菜 我们邀请到的是韩良益 韩良益的厨房手帖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来跟大家问好 瑞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吃不过家常菜 对,我这本书给瑞瑶看我真的觉得有点汗颜 尤其是瑞瑶的另外一半 保师傅是大师级的烹饪名家 我想说我这种素人啊 虽然我很爱煮饭,可是我是一个饮食作者嘛 我想说我们做的这些东西 大师傅看起来不是很有那种 有那种搬门弄斧的感觉吗 财怪了,这其实是不一样的菜系 我记得我上次我跟听众朋友说 有一些菜其实是行于庙堂之上 有没有,比如说我要在家里吃生翅包肚 我觉得有一点难吧 对,而且饭不着去餐厅吃 饭不着,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信手拈来啊 是不是,这些其实就是家常菜 好了,梁毅,我要跟梁毅讨论一件事 因为这本书呢,还没有问世哦 我要跟听众朋友讲哦 还没有问世之前 好多人看到都好感动,都推荐 听众朋友记不记得 我们上次有邀请钟军才 我们有邀请钟军才 哦,James 对,我们有邀请钟军才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钟军才呢,我看到他在FB里面写了一段文字 我看来都好感动 他说他是客家人,不知道什么是高生排骨 哦,我真的觉得很妙 我以为我们所有的人 是,这根是小时候有父亲 就是你的父母如果有一个人是所谓的外省人 这个菜你就会觉得是家家户户都爱吃的 可是他说他不知道啊 他说他是客家人,他知道有梅子 有那个梅干 有梅干啊,有梅子 所以我们台湾的客家人是没有在吃高生排骨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也没有听过高生排骨 然后我就发现 你也没听过,我非常激讶了 那所以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 高生排骨,我们来讲一下高生排骨的故事 而且我觉得这本好吃不过家常菜 听众朋友如果买了这本书 看了这本书你会很有感觉 因为呢,良意的家常菜是从16岁 甚至年纪更轻的时候开始 家常菜的记忆就落映在他脑袋里面 而不是说良意出了国之后 嫁给了外国人都在告诉大家西方的饮食文化 不是,他的家常菜的地义很广泛 16岁你就记得高生排骨啊 是,其实更小 我觉得更小 像高生排骨就是有个口诀啊 有一年,因为小时候我们家里是住在公教眷村的隔壁 不是军眷村 因为我们家附近都是公教人员的宿舍区 我妈也是公教人员 北投 在北投 只是我们住的是自己买的房子 可是隔壁都是宿舍 然后所以我的小学 14岁之前都是住在北投 14岁才搬到台北的东门町 在14岁之前的记忆都是 大家都是串门子 你知道有点像眷村那种 大家感情很好 会到各个不同的家里去乘饭吃 这个好玩 这个好玩 对,所以好比说我明明我爸爸是江苏人 我妈妈是本省人 台湾人 南部 那在我们自己家里就是以江浙菜跟本省菜 我妈妈会做菜 我妈妈是台南人 就是不是本省味 就是江浙味 可是我们到了邻居家 湖南的豆豉我们吃了 到了广东人 他们会蒸鱼 也吃了 也吃了 然后到了我们四川的 我比较不敢吃 四川就会吃到辣的东西 那个时候还有豆瓣酱 到四川的人的家 他会吃豆瓣酱 那类似 臭臭香香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也有客家的那个广东梅县的也有 广东梅县就吃了很多客家菜 对 很多的那种像你刚刚咬 你刚刚讲的那个梅干菜 也是在邻居家吃到 然后觉得好吃 我妈回来就就 请我们家帮忙的人 欧巴桑来来造作 欧巴桑说你早说嘛 我汕头人 这个我很会 等一下梁 为什么你小的时候 对于这些食物的印象这么的丰富啊 我记得小的时候 对我想就是好吃的人 否则的话 这些食物的印象应该就是 船过水无痕了吗 我可以这样讲吗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全家都太好吃了 从我爸爸开始 我爸爸很爱吃 他还算懂吃了 然后他又肯做 那我妈妈是家庭主妇 我不是家庭主妇 我妈职业妇女 她不太做菜 因为她是老师嘛 然后可是她也很好吃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外婆阿嬷 很会做 很会做又很好吃 因为呢 我印象中呢 如果没有错的话 梁璐 就是梁艺的姐姐 在写书的时候 会经常讲到阿嬷那一段 对 我讲对不对 对 会经常讲到阿嬷怎么样 阿嬷怎么样 对 然后呢 有一些味道的印记是来自阿嬷 可是呢 我听到梁艺讲 你对于这些外省的 还是说对于这种 军眷对不对 嗯 军公教 公教眷属的这些 这些族群的这些料理 反而在你的脑袋里面更清晰耶 因为小孩子都是 小孩子去别人家吃东西都很新奇 印象很深刻 你跟梁璐差几岁 我跟梁璐四岁半 四岁半 快五岁 四岁半 所以我有三种 本省外省跟老外的 本省外省 西方的 跟西方的食物 好啦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这一本书 好吃不过家常菜 休息一下再回来哦 天哪 你怎么会记得那么清楚啊 因为好吃啊 好来来来 我们要把高生排骨讲完 好比说你第一次吃豆豉 从小没吃过 第一次吃到豆豉 才四五岁 那个味蕾的那个记忆 就哇 我会很害怕 哦是吗 因为豆豉很黑 而且豆豉很咸 哦我忘了讲 我小时候不吃甜的东西 来 很怪 你这个是奇怪的舌头 这就是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韩良逸 哎等一下 良逸你有一个广播节目 跟听众朋友讲 是什么时间在哪里 每个星期一的晚上 在七点钟 在Bravo FM91.3 哎我们不是在中广吗 我们怎么讲到别台去了吗 要告诉大家 良逸也有广播节目哦 而且其实不一定讲吃哦 对 应该是比较文清 对比较文清 旅游也讲 偶尔也会 稍微讲一下 那个纯文学的事情 会比较少啦 还有音乐对不对 音乐 还有音乐 我们那个节目 跟姚昀影节目 比较不一样 是那个电台 Bravo FM91.3 他比较强调 叫那个音乐 所以也放了很多音乐 有很多艺术性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呢 今天呢 良逸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是因为他在 荆州刊 哎我不知道荆州刊会出书 你之前不是都在皇冠吗 对 好吃不过家常菜哦 这本书 因为我写这本书的原因 其实说起来其实很短的一段时间做完的 因为今年我本来不打算出书的 那在二月的时候就疫情刚出来的时候 荆州刊就有固定替他们写专来 可是跟这个书是没有关系 我那个是写的是实际啊 那他们就来找我说 可不可以写一本书 跟就是家常菜的食谱 因为就看我在脸书上头尝到很多家常菜 我就说 哎可是我今年不想写书哎 他们说因为现在疫情 大家都不安心 都在家里做饭 可不可以 因为他觉得他们看我写的 觉得好像我做的东西都很简单 轻轻松松家里有什么料就给他弄一弄了 我说那倒是 我都是家里有什么料就做什么东西 那后来我一想 他们说还是除了食谱之外 还是希望我能够写一些散文 那这个我比较有兴趣 因为光写食谱对我来讲 我觉得那个太专门了 我不敢 可是如果是 加上我自己对食物的散文 还有一些记忆 像刚刚姚恩刚刚讲 我写了很多小寿家里的菜的记忆 我觉得这个可行 所以我在二月份答应他们 我们八月份就出书了 好快哦 这在是很快 因为我很快 我就写得很快 因为我是梁艺的脸友 我知道梁艺会经常在他自己的FB里面 po今天吃了什么 在家里做了什么 可是老实讲读起来并不过瘾 因为梁艺呢是要吃饭的吧 还是要怎样 因为我懒得起了那么多字 他就只有写一个很短的短篇的文章 对对大概二十个字吧 对可是这个是超过二十字 比如说一个短篇告诉他说 我到市场里看到什么 所以我说我做了一个什么东西 可是这本书不是哦 这本书我那天我就看到了钟军才 我看到了钟军才 在FB写了一些分享文之后 我忽然间就很有感 我说这本书不太一样 这本书并不是我印象中认为 梁艺把FB里面的东西把它集结 不是这个意思 是真正的从他的心底里面 刚刚讲十几岁 甚至更小的时候 直在心里的一些味道 没错 对虽然说他们是看到FB 叫我写这个东西 可是我开始整理事部的时候 是写了一些 刚刚我们不是讲到我有三个背景吗 我写我这个三个背景里面 阿嬷的台湾菜 爸爸的江苏菜 我先生因为我在荷兰住过十三年 我对西方菜的一些理解 跟我常常做的 因为我在书里面 有讲到说 你从你一个人的家常菜 餐桌上的菜色 你大概就可以看出来 这户人家的背景 好比我是江苏加台湾 加上加西方丈夫 那像姚儿家里 你们可能家里就会有些饺子出现 我们家就很少 我书里面完全没有提到饺子 那就是因为姚儿你是山中人 然后你又嫁了一个大厨 那大厨又做过江浙菜 又做过四川菜 所以就会呈现在你的家常菜 这样的融合 而且其实就像刚刚梁亦所讲的 看你吃什么东西 就知道你是什么人 是真的 真的 你的背 我不敢说你是好人坏人或怎么样 可大概看出来 这个人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而且看你吃什么样的菜 点什么样的菜 就知道你是不是有细节的人 是 我跟你这样讲 对不对 我觉得是 对不对 我觉得是啊 看你就知道你是不是生活有细节的人 对 重视细节的人 有人就是粗粗的 光连吃东西都会看出来一个人 是不是 是不是就很粗糙的活着 有人活着 我不是说讲求什么 不是有钱没钱 不是这个意思 有人就是你可以没钱 可是你可以很细致的活着 有人很有钱 可是活得很粗 随随便便就这样子过去了 那 看你人生有气味吗 对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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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气味就是有没有气味 好了 我们赶快把高生排骨讲一遍 我们从高生排骨一起来 如果钟军才有听到这一段 钟军才一定急死了 他说高生排骨呢 高生排骨怎么不见了 高生排骨的故事是怎么来的 高生排骨啊 说来话长 他其实就是 一糖 二醋 三酒 四酱油 五水 等一下 你再讲一次 再来一次 你要让我想一下 一糖 然后 二醋 三酱油 三酱 一酒 二糖 我就有点忘记了 没关系 我先休息一下地板广告 输在这里 好吃不过家常菜 来 梁亦来 我们呢 让梁亦来教大家 高生排骨 不过要先休息一段 进一下广告再回来哦 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怎么会一下子就忘记了 你一定会忘记 因为我们这样子 问的那么开心 然后换肩打岔 上节目很容易忘记 换肩打岔 当然背不出来 可是这个对我来讲 对啦 一九二 二醋 三糖 四酱油 五水 我怎么一直讲一糖 你带起来的吗 好了 我已经记得了 好了 准备了哦 三二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听众朋友 今天听到这一集 会非常开心 因为韩梁亦来到我们 超级美食家了 梁亦 嗨 瑞瑶 大家听到梁亦的声音 有没有很开心 有没有 因为梁亦要来 跟大家推荐一本新书 虽然梁亦来上 我们超级美食家 就说 你不一定要讲书 你可以讲别的 对就聊天多开心啊 他们家的东西好多哦 他们家信手年来 东西都好多 我光是讲一个高升排骨 现在节目都快结束 都还没有讲 好我赶快来讲 高升排骨 高升排骨就是在 我的小的时候 我刚刚讲 我们家住的是公教区嘛 有一年不晓为什么 每一家人都在念一个口诀 然后把这个菜作为一个年菜 听起来高升 步步高升很好听嘛 要升官啊 要发财啊 对 为什么呢 它就是一酒 二醋 三糖 四酱油 五水 那个时代 其实很多人不会做菜 他们就是把排骨啊 稍微用血水汆烫了之后 就把它放在一个锅子里面 一瓢酒 二瓢醋 三瓢糖 四瓢酱油 五瓢水 怎么 就放到锅上 大火煮滚开之后呢 马上转销 或慢慢煮 当然中间有放姜跟蒜 看每个人家里不一样 我们家是只有放姜 因为姜苏人 其实没有吃那么多蒜 然后所以就是一步一步一步 然后因为你知道 姚姚 排骨其实炖烂 很精炖 它就算煮过头或不急 不急就是不够烂而已 还是能吃 骨酒的话就会很酥烂 所以几乎是家家户户 我记得我们邻居家 家家户户都在做 我到现在都很想知道 为什么突然就开始 会不会是电视上 附陪美老师介绍吗 还是谁呢 还是说中央日报的食谱专栏里面有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台湾的资讯 是很比较闭锁的时代 那个时候只有三张报纸 那个时候不可能在报纸上写 吃喝玩乐 每一个空间都很值钱 就是它会有一个小的食谱 我记得中央日报 还是联合报 还是中国时报 都会小小的 很短的 也没有图哦 早期王轩一 王轩一就是这样子 就是一点点的这种 纯文字食谱 慢慢慢慢 对 所以我就想 那个时代可能 就是我讲说 大家资讯都很集中 有人写 大家觉得 哇这个怎么那么简单 一吃好吃 可是为什么高生排骨 是客家人的排骨 他说他是 没有他说他没吃过啊 真的他没吃过啊 对我没说他是客家人啊 我已经没说高生排骨 是客家人 我心里想说中军才 有一个这么大的一种震撼 对不对 有一种震撼 我以为说这是客家菜 他大概想说 他在 我跟他也有可能客家人 也有在吃 会不会这个菜 就是说不清楚源头 我后来也查 我为了写这本书 Google上有高生排骨 是有 你查到高生排骨 可是你查不到他的渊源 你拿什么菜息都查不出来 会不会就是在某一个 公教人员或军公教 或怎么样 邻里之间这样相传 大家就这样子传出来了 以前这样子相传很好玩 以前是口耳相传 是是是 忽然之间像传染病 像耍 大家都说高生排骨 你说这个高生排骨 我刚刚讲就很简单 一九二二醋 就是口诀 妈妈 爸爸们记起来 回家照做 连食谱 你知道连那个报纸都没有看 只要记了口诀就好 我觉得 江菜的人一定要把口诀都练好 是 对不对 一九二醋 三糖 三糖 四酱油 五水 对不对 然后就加汆烫过的小排骨就好了 为什么这个很像三杯鸡 的这种一种感觉 你也有那种感觉 三杯的感觉 三杯鸡 这样子红起来 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你很容易气 好 那我问你 梁亦 这个高生排骨 你一向在做 都是这个比例吗 你自己有重新调过吗 你看 我就要问 因为其实三杯鸡的三杯 对 也有调过了 也有 深深 就是有多多少少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口味不一样 好比喜欢甜一点的人 可能都放点糖 我喜欢那么甜 就少放点糖 我不再喜欢太死咸 重咸的话 我可能就 酱油这部分 或水这边调一调 我觉得做任何菜 尤其家常菜 都是要看各个家人 你不同的口味 好比我在 好吃不过家常菜当中 我是因为有想到说 很多的年轻的人 不会做菜 你还是要给他一个大致的比例 是两大匙 或者是一茶匙 稍微讲一下 否则他放了就不能吃 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自己也是 我做食谱 我看食谱 第一次看 阅读完就按照食谱做 第二次大概都会把它放开来 大概就是比例 自己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 可是刚刚梁亦所讲的高生排骨 真的好容易 排骨汆烫完了 就放这些调味料 就让他自己嘟嘟嘟嘟嘟嘟 对 我很想 瑞瑶我很想请你回家去 问问保师傅 他有没有听过这个菜 或者说 他是不是一听到 他也许 以他 搞不好他就可以告诉我 他本来是叫什么东西 因为老师讲 我印象中保师傅在教江浙菜的时候 有一道是 因为我应该是这样讲的 台湾人其实吃排骨很好玩 排骨最多就是滚排骨汤 要么就是做成糖醋 炸的 对对 还有他是不是 我觉得他跟无锡大排 是不是有点像 就等于是江浙人 会把排骨放在一个 有味道的水里面 一直煮 对对对 把它煮松 再收起来 对对对 然后再收汁 再收汁 对 像顶泰峰 像顶泰峰的糖醋排骨 就是这个类型 是 像我们北方的糖醋排骨 都会先去抓烟嘛 对 上粉去炸 去炸 炸完之后再淋上 淋上我们要的这些糖醋汁 还是什么之类 所以我第一次吃到 就是直接把排骨 放到这种糖醋水里面去煮 我觉得效果不一样 也很好吃 可是高生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啊 其实高生就有点像是 没有炸过的红烧排骨 对不对 然后就是很家常 然后不用起油锅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很多家庭会 那个时候会流行起来 起码在我们家那一边 会流行起来 可能就是因为 它的那个门槛很低 还有就是梁毅刚才有讲啦 就比如说很多人 很想要在家里煮饭 做菜 可是老实讲 不是一蹴可及 尤其现在 大部分的家庭都不做菜 所以小孩子 没有学习的方法 你看以前 你跟着阿嬷 还是跟着爸爸 你可以在厨房里面看嘛 其实有一些东西是学习 像保师傅也是 保师傅其实有开课在外面 而且教的都是社会人士 有那种不会做饭的人来报名 中途就逃走 因为他不懂 又要听不懂 对 我要跟听众朋友讲 怎么解释 他都听不懂 连最简单的所谓的 过油 他都听不懂 很可能 对不对 对 就保师傅也要解释 过油跟油渣 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甚至于 我记得我们超级美食家也有 有听众朋友来问 穿烫是什么 穿烫 你可能想撒一 撒几人他就懂了吗 他也听不懂 对 起油锅 或许有人会讲说 起油锅 起油锅是什么 完全不做菜的人 就是没有办法理解 我甚至有一次写文章 我写洛言 有听众朋友说 洛言跟放言 有什么不一样 洛言是文青 好不好 我要不要想要文青一下 摸一下都不行吗 一定要写放言吧 还可以吗 对 我就觉得他其实有一个 怎么说 就像刚才梁昂一在讨论 比如说大师傅出手 还是说你看到家常菜 我觉得所有的料理的基础 都是从家常菜开始 是是是 而且说 说实话 大师傅回家也会想要吃家常菜吗 我记得王师傅 以前在小的时候 他说他小的时候 都看他妈妈在做 有十菜米啊 爆香 好棒 对 他就有一个这种印象 对 而不是说进了厨房才学厨师 是是是 都晚了 对不对 好了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再回来 好 所以大家会做高生排骨了吗 这么简单 中军彩 中军彩写了那一段 觉得好感人 好了 我们今天要让韩亮毅多 教几道菜 来 我来问问题 准备了 准备了 三二 我是王润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韩良毅 美食家 也是饮食文学作家 他呢 快速快熟 今年从二月开始写 八月 大家就可以买得到了 好吃不过家常菜 这个呢 也是 应该是讲说 不会做料理 还是料理 刚刚入门人的救星 这本书 可是呢 刚刚呢 良毅有讲 他有三个背景 我觉得应该要把这个背景扩大 一个就是阿嬷的台菜 一个就是邻居的外省菜 还有一个就是爸爸的江浙菜 还有一个就是他老公的西餐 对不对 讲欧洲菜很怪啊 西餐 那我想要知道良毅 这本书其实好玩就是好玩 在他有这种四个不一样的背景 交错出来的家常菜 可以跟我们介绍 有中味的西餐吗 你看我开始 有中味的西餐 那我们家 我不是年轻人哦 中味 年轻人很喜欢这种 有中式味道的西餐 那我们家常常做了 你们的老公接受有中式 比如说 比如说 今天做一个什么西餐 里面有豆食 你老公会接受 他接受哎 他觉得豆食很好吃 可是我就会说 这个东西是不中不西 我不会说它是西餐 好比做个意大利面 你知道意大利面 你用意大利的面条 可是你拿台湾的蒜苗 跟豆食 跟我花肉 他喜欢 变成一个拌在一起 他觉得 喂这个片好好吃 好好骗哦 是不是这个人 你跟我们家一样 前一阵子保时副说 要吃蟹黄拌面 结果我用了意大利面 我没有用白面条 对 我觉得意大利面的感觉 更爽力 对 我喜欢弹牙 弹牙 对 要QQ的弹牙 因为白面条 如果煮不好 还很 你知道就比如说 它会粘成一堆 对 我那天就做了 我就觉得很成功 好高 那他怎么说 他觉得我很有创意 因为我里面也加了虾仁 让他无可挑剔 我都觉得 就是味道够鲜 他就认了 还有我觉得 有可能是年轻 像我们这样子 比如说良益 在家里 你不会想要做一个什么 真正了不起 正宗的什么菜 对不对 我偶尔 都是新手年来 比较多 我跟你讲 我是觉得我现在 年纪比较大了 我刚开始 因为我在意大利学过烹饪 那刚开始学烹饪的时候 就会 坚持一定要很道地 那我现在想说 哎呀算了 就我自己在吃 所以我不会做出一个 意大利的面出来 跟你讲说 这是道地的 我都说 这个是意大利风味 这是有意大利 E-Fu 对对对 可是我不说 它是意大利 就是意大利 波隆那面 No 我会说 这是意大利风的番茄面 这样子可以 稍微 跟这个 鱼道地无关 可是何口味 可是我觉得 这个就是家常菜的主流 你不觉得年轻人 现在所接触的食材 跟我们以前都接触不一样 比如说要叫他们 做一个麻婆豆腐 有办法吗 可是他如果可以 做一个辣味的豆腐 他会啊 没错 的确像我在好吃不过 家常菜里面 我就做了一个麻辣豆腐 然后请我的好朋友 女生吃 他一直说 这不是麻婆豆腐吗 我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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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麻婆豆腐 因为我的不够的道地 你这是被四川人 或者是专家 说你怎么放的是猪肉 少了这个 少了那个 你用的也不是那个豆瓣 我就说 我就是我们台湾师的麻辣豆腐 好吗 你不要再给我压力了 可是好吃啊 对 可是他说 可是好吃 对啊 重点就是好不好吃 好 教大家做麻辣豆腐 可是这点 要特别再跟听众朋友提醒 因为呢 它的名字叫麻辣 不是麻婆 所以你不能设定它为 麻婆豆腐 对 对 怎么做 你怎么处理一块 最简单的豆腐 我通常 我要是有牛肉 就用牛肉 角肉 要是有猪肉 我就用猪角肉 我没有那么仔细 我都去买角肉回来的 然后我首先 最重要你有几个材料嘛 花椒一定要有 大红袍嘛 那你有花椒油 那更好 然后你要有豆瓣酱 有碧腺的很好 没有用我们台湾的 钢山的豆瓣酱 也可以啊 然后你要有葱 姜 蒜 我的做法这样子 我通常 我从头开始讲 我会先把花椒煎香之后 把花椒拿出来 然后我会炒肉末 它用花椒油啦 就自己先煎一个花椒油 对 然后我会炒肉末 把它炒酥之后 炒得已经酥酥的 一粒一粒一粒 这样看有点酥酥焦黄的感觉 我会下葱蒜末 下去炒一炒 炒香以后呢 然后我就会加豆瓣酱 然后我还会加 对豆瓣酱很重要 然后豆瓣酱炒一炒 要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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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油一起 要跟肉一起 因为你知道梁毅在这里 跟我们介绍这个 他的这个豆 他的手 在这里炒 我又给大家看他的手 一直炒一直炒 他刚才豆瓣酱下去的时候 他的手就在那边炒炒炒 豆瓣酱下去之后 炒下去之后呢 炒出香味来的时候呢 我这时候有时候 我会放葱末 因为葱不能炒太久 我会放葱末 炒了之后 我会淋一点点酒 因为我喜欢扫心酒 我就会淋一点扫心酒 然后我会加水 热水 我通常偷懒会加热水 然后呢豆腐 我喜欢用板豆腐 板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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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把它先用热水烫过 再捞起来 就切小丁嘛 然后烫过之后 把烫过的板豆腐 放到我刚刚已经煮滚的那一锅酱汁当中 然后就让它煮大概十分钟左右 不会太久 因为其实没有入味这个事情 因为它其实汁要挂在上面 而不是煮油 因为它豆腐一直会出水 对 你就大概一身烫过之后 对不起 我烫的时候 我是用盐水烫的 这样更容易出水 盐开水烫的 然后再把它放起来煮 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候呢 我就会勾个芡 然后勾个芡 然后我会放一点葱末 或者是有时候放青蒜末 如果季节对的话 放青蒜末 然后最后撒一点花椒粉 是我自己炒的磨碎的花椒粉 就好了 老实讲 你虽然讲说 你做的不是麻婆豆腐 老实讲呢 已经有麻婆豆腐的这种架构 对 因为你很在乎三种辛香料的爆香 对不对 葱姜蒜 而且你非常在乎花椒 大红袍要去炼那个油 而且最后还要磨粉撒上去 其实这个就是所谓大家讲的 麻婆豆腐的一个基础 是 可是我因为用的 常常是用猪肉 不是用牛肉 我就不想那些 那些正统魔人来赞我 说你这个不正统 所以我就说我是麻婆豆腐 现在哪有什么正统魔人啊 现在正统魔人都GG了 好吗 在台湾 在台湾呢 现在在讨论道地的菜的时候 大家都无感 无感的原因心愿 你都没有吃过啊 对 无意对不对 像我们这个年龄 大家都还有吃过 什么麻婆豆腐 这么油怎么样 现在其实没有啦 对不对 还有刚刚姚 你有没有听到 我有件事情 我是绝对没有放的啊 糖 我有放一点酱油 其实在四川有时候 他们连酱油都不放 我会放酱油 因为我爱酱油味道 可是我绝对不放糖 就全部都靠豆板酱嘛 提现豆板酱的味道 那你已经有 里面有一点甜味 跟鲜味 我觉得就够了 然后我也没放味精 因为我觉得豆板酱 已经很鲜了 所以我也没放味精 OK好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还有几段 不是没了吗 我还一直在想 是不是没了 还有最后 我要让他 我要让他教那个 那个我们刚才讲中西融合 哦好 那一个蛤蜊炒香肠好了 这个非常中西融合 有家常菜 听众朋友可以去追他的FB 可以去追他的广播 也可以追他在 荆州刊的专栏 对 一个月一次 一个月一次的专栏 还有苹果日报的专栏 苹果日报的专栏 也是一个月一次吗 不是 两个礼拜一次 两个礼拜一次 这些东西都可以去追踪 好 然后呢 韩良益呢 现在要来教大家 做一道菜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他有三个背景 对不对 然后其中有一个背景 我最好奇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外国先生 对 荷兰籍的外国先生 我刚才才会讲说 很多年轻人喜欢做菜 现在正宗不正宗没关系 可是食材 有些食材其实要时髦 是 做起来要漂亮 然后呢 甚至有一点中西融合 这个其实才是主流 对不对 对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 比较喜欢吃这种五国芥 然后就是他喜欢吃什么 他就放什么 他觉得这个 火腿好吃 他就放一点火腿 我觉得羊火腿 起司我爱啊 大家喜欢吃起司 他们吃 他们不是吃韩国的香菇锅什么的 吃泡面都要放起司吗 他就喜欢啊 就像我们刚才讲 吃面条改意大利面啊 对啊 对啊 其实自己和自己的口味 就OK了啦 我觉得 那至于说中西融合的 我其实家里面 刚才姚儿你刚刚不是问我说 是不是有常吃什么中西融合的菜 其实有啊 老公喜欢豆豉啊 我觉得很好奇 对啊 他很妙 他还喜欢你知道什么 破铺子 所以他都喜欢腌制圆圆的东西 对对对 我觉得他喜欢吃腌制的那种发酵的东西 什么之类的 里面这样甘甘的 而且都有发酵 你有沒有注意到 破铺子跟豆豉都发酵了 他就喜欢 我在想 因为他们 他很喜欢吃沙拉米这些东西 沙拉米这些东西 都有熟成的味道 他喜欢熟成的东西 这些发酵的东西 它的甜味就是来自这个发酵 是是本身的那个鲜味 他们说那个脂味嘛 对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自己在好吃不过这样的菜当中 有写一个食谱 他甚至在封面上头 那这个食谱就是 我写了 这个蒜 蛤蜊草辣香肠 你怎么那么爱你老公啊 有用这招的吗 有把老公最爱的菜放在封面 然后又不讲话的吗 有这样子的吗 蛤蜊草 蛤蜊草 小小的那个 爱爱 爱爱的菜 对 这个东西啊 是我跟我先生都很喜欢吃 那它的做法就是把我们台湾的蛤蜊 蛤蜊 我们通常炒蛤蜊会这样 我要纠正你 我要纠正你 教育部说那叫蛤蜊 蛤蜊 蛤蜊好 我们台湾人吃的蛤蜊 蛤蜊 棒壳好了 棒壢好了 棒壢好了 棒壢 我们说棒壢 这样子 教育部不要来纠正我 总之 那我讲 我讲美南语好了 我讲蛤蜊 蛤蜊 讲蛤蜊 我们台湾人吃蛤蜊都是炒九层塔嘛 是不是 可是呢 在西方他们常常是放什么 比如说 parsley 欧禽比较多 那我这个菜其实是在西班牙跟葡萄牙学的 我一想说 他们会 那个蛤蜊 用来炒香肠 猪肉 我加上海鲜 是他们很常见的一个手法 他们就是叫香肠吗 叫 西班牙文或者葡萄牙都有一个辣的香肠 花那个红椒香肠 叫 那我在那边吃到 西班牙文 辣香肠炒这个 蛤蜊 我觉得这个很简单 然后在葡萄牙 它是放那个 parsley 就是欧禽 欧禽 讲错 对不起 西班牙放parsley 葡萄牙放香菜 香菜 就是放 NC 他们很喜欢吃NC 那我回到台湾来 我想说 在台湾不是每个人都买的到chorizo 我就试试看 我用湖南腊肠来做 是不是可以 结果很好吃 效果很好 对 然后可是我用的是一点点的橄榄油 而不是我们台湾的菜籽油 或其他的葡萄油 然后我基本上是 就是把 你答案很简单 其实不用放姜 跟台湾不一样 一点点蒜头 然后加上这个 蒸过的湖南腊肠 切片之后 要先蒸过 先蒸过 炒一炒 然后那个油会出来 所以你油早一点点 腊肠油出来之后 你把蛤蜊放下去 然后稍微炒一下 盖个盖子 然后 我忘了讲 前面要放一点白酒 如果你要阳味 你就放白葡萄酒 如果你不要阳味 你要这个 台湾味 你放米酒 也可以清酒 随便你啦 就是让它有点 这个酒香出来 然后盖起来一下 马上 大概很快 两三分钟 蛤蜊壳都开了 你稍微拌一下 就可以起 撒一点香菜 就可以起锅了 因为湖南腊肠已经熟了嘛 就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对 而且啊 为什么用湖南腊肠 不用我们台湾香肠 不会那么甜 而且有的湖南腊肠 它有加 我有试过 有加花椒很多的 我有试过 也不错 它的风味也不错 对 不错 我自己其实还蛮喜欢 Toriso 可是Toriso真的比较 麻烦 你不是在每一个地方 都买得到 你要去 有卖进口的东西 价钱也比较贵 所以我就 我就想说 如果你不考虑价格 然后你家里附近 又买得到 用Toriso会完全 就愿成西班牙跟葡萄牙味了 而且我看梁毅 在做这道菜的时候 湖南腊肠放很多 不是配角 等于是双足角 其实厨片上是Toriso 西班牙腊肠 我放很多 不惜写本 对 我们虽然要来拍食物照 还是要吃啊 自己要吃到 要多放一点 老实讲 两种相同的颜色有差 因为Toriso很艳红 对不对 湖南腊肠没有那么红 可是我觉得风味上还是 风味上还是有一点相近的感觉 是 然后如果用这个Toriso的话 就今天吃西餐 你这个剩下的汁 可以拿拌一大面超好吃的 一菜两吃更好 是 大家更喜欢这样子的做法 对不对 那如果是今天吃中国菜的时候 我觉得放湖南腊肠 很不错 会跟别的中菜很搭 你不会觉得说 怎么突然来一个 不忠不息的东西 不忠不息 还有这本书 我看到梁毅 你有写几月几月 是 对不对 因为我呢就想到说 想跟月份 尤其是我们那个台湾的农业 正月葱 二月酒 我就想说 这个是农历嘛 对 就大家讲说 农历的正月 就是阳历的二月 我们来吃点葱吧 所以我就写 那个葱爆 三葱爆 牛肉 类似这样子的食谱 那韭菜 就写一个韭菜花的食谱 我觉得比较有趣啊 就是等于是翻一翻出现了这个月份的时候 你自己就会知道到底这个月有什么东西 对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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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可以大吃 对对 又便宜又好吃的时候 然后来买这个东西 所以很实在啊 这本好吃不过家常菜 不光是有家常菜的一些交作的经验 有梁亦的一些短篇文章 然后甚至于还有季节感 全部都融在里面了 这个其实也算是梁亦 梁亦今年几岁啊 你五十了吗 有吗 当然有啊 当然有 半白老妇 半白老妇 半白老妇的十支经验坛 等于是生活的经验 才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立刻可以集结出书 让大家一起分享 对不对 好有趣哦 这个不光是做菜信手拈来 写书也是信手拈来 最是自然不过 好了 好吃不过家常菜 推荐给听众朋友 大家也可以继续去追 追追踪 我差点讲追逐 不行 追踪而已 大家可以继续去追踪 谢谢梁亦 下次再来聊天 谢谢瑞亚 拜拜 谢谢哦 拜拜